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今天就开始整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澳门整个赌场的一个状况 给很多没有去 甚至包括我们有一些朋友 我们那些观众 我们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 他告诉我 去了澳门以后 他只在某某赌场 其他赌场都不了解 或者说只在弹宅 对澳门半岛这边都不了解 那么包括还有很多海外的朋友 不是大陆过去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 澳门对中国大陆的渗透率 实际上只有2% 但是2%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按照中国大陆的人口比例来算 去过澳门的 那肯定不是精确的 大概就只有2%左右的人 去过澳门 那也就是说呢 有很多人呢 对澳门并不了解 包括有很多海外的华人 也没有去过澳门 那都是道听途说 那所以说我今天呢 就做一集 对澳门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介绍 当然了 我的介绍也是有局限的 所以说呢 我希望就是说有很多 对澳门局部比较了解的 那么希望你呢 给我指证 或者说给我补充 那么如果是有澳门的朋友呢 那么你如果要是愿意的话呢 也可以帮我来补充 让我们已经去过澳门的 和还没有去过澳门的朋友 对澳门就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好吧 澳门其实并不大了 以前呢 我知道我零几年去的时候 澳门事实上只有几十万人 那么他主要的这个 地域分布呢 也就是一个澳门半岛 澳门半岛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 苏海的宫北海关 或者宫北海关 对 过去以后 那么就是澳门半岛 那过桥 跨海过桥 那就是淡载 对吧 淡载那边呢 就是机场在那边 然后我们走的一个叫什么 横琴 就是你从横琴 进澳门的话 那就是从淡载过去 OK 那就是简单的 这就是一个淡载的一个 那么还有就是澳门还有两个码头 一个就是淡载码头 一个就是这个外港码头 那么我们从广东的其他的地方坐轮船 从深圳啊 还有这个广州这边那个叫什么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也有也有也有轮船过去了 那么深圳也有两个码头的轮船 到这个淡载码头和外港码头 它主要就这么几个这个通关口 那我们就来看啊 澳门的这个博彩业持牌者 事实上呢 它是三正三负 也就是说呢 主牌 或者三主三负啊 说错了 就澳伯控股 澳伯大家知道 就是何鸿森的 那个 那个 普京为代表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去看 每一个 这个 拿赌牌的 下面具体是哪些赌产 我们现在先看几个 主牌和副牌 主牌就是澳伯控股 银河娱乐 银河那就是银河和这个星际 我也代表的 再就是永利 那么呢 他们对应的 美高美中国 事实上是澳伯的副牌 金沙 中国 牛逼的要死的 规模很大的 事实上是银河娱乐给他的 他的副牌 再就是星豪 那大家就知道星豪天地 和这个星豪影会 那事实上呢 它是永利的副牌 这是我们先 整体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澳门赌产的 持牌者的这一个架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他们具体对应的是哪些具体的赌产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第一张赌牌 那也是历史最悠久的 以前澳门的这个形象代表 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澳博 SJM 主牌 主赌牌持有者 那么呢 它的这个最 最代表性的 就是普京酒店里面的 普京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鸟笼子的 那么在这个 普京酒店里面呢 事实上呢 它还有水晶宫 莫娜丽莎 环牌天下 说句实话 本来天下我都不知道 这个 那然后再饺子鸡娱乐场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聊饺子鸡 那么再就是一个 像莲花座一样的 新普京娱乐场 回力娱乐场 那回力娱乐场也是老牌的了 再就是东方 东方 我说实话我都不是太清楚 那么兰桂坊 兰桂坊呢 现在改名了 改名是叫万龙啊 万龙 对 再就是假日 就是假日酒店里面的 叫钻石娱乐场 再就是金碧会采 金碧会采 等一下咱们来重点的聊一聊 金碧会采啊 是个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再就是丽郡会 丽郡呢 就是在 渔人码头里面的 咦 它这里怎么写的 质地寡场呢 哦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法老丸是在这个 质地寡场里面的 那么游艇会 我说实话 我不是太清楚 娱乐场 那么环庭 金海景酒店呢 在哪呢 就在这个银河的对面 银河的对面 那个 百老汇的边上 希腊神话 那就是在淡宅的新世纪酒店 北京王府景酒店 对 新世纪酒店 现在改名了 叫北京王府大饭店 军仪 军仪呢 在哪呢 也是在淡宅 淡宅的这个居民区这里 就是路边有一个四方佛 啊 我们先简单的就是说来浏览一下 这个 奥伯有哪些赌场 我们刚才讲的 军仪酒店 这就是皇家金宝 皇家金宝呢 就是在海底番这个附近嘛 金龙他们是挨在一起的 财神 财神也是他们这里比较 比较旺的一家 再就是英皇 英皇就是在新八百般边上 巴比伦 娱乐场 就在鱼人码头里面 这个丽景湾酒店里面的这个海岛娱乐场 我就不太清楚了 十六铺 就在十六铺酒店 那再就是凯旋 凯旋门娱乐场 凯旋门娱乐场就在 就在这个 星际的边上 那再就是这个 回历 海历番 其实就是海历番呢 海历番 可能呢 是我外港码头 最近的 不是可能 就是外港码头最近的 从码头出来 在这个天桥的 那个道上 走 就走到了 那其他的 其他的 我们就 我就不是太清楚了 这里都是饺子鸡了 那我们就不讲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 讲这里面 咱们就叫做一个赌牌 一个赌牌下面的娱乐场 Casino他们叫娱乐场 其实赌场他们叫娱乐场 我就挑几个重点的 来讲一讲我的体会和感受 好吧 那我们首先就讲这个普京 老普京 俗称老普京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鸟笼子 这样的 我对这个老普京的印象呢 包括新普京的 首先我们讲里面的这个核光啊 我们主要是讲这几个点啊 一个呢 就是说他们的环境 然后呢 再讲赌场里面 核光的态度 它的规模 我个人的体验 输赢的难易度 我们对美 就是我会挑出一些赌场来 我主要是跟大家讲一讲 我个人的感受 所以说啊 就 今天的这一集呢 还是比较主观的 得希望大家来来指证 以及让大家来 填补一下 我的缺失 以及 大家的感受 目的就是让 没有去过的人 或者去了时间并不久的人 甚至包括我去了很多年的人 都有一个整体的 细致的一个了解 我们就讲 老普京的这个娱乐场 老普京的娱乐场 我跟他讲 这个环境呢 就是说 第一感觉就是说 他属于是比较传统的 我说不出对他有什么好感 特别是跟鸟笼子啊 做的这个风水啊 他事实上先已经给你心理上面呢 已经有一个压力了 那么 他的专修呢 也是非常一般 而且专修了好多次了 里面的人气呢 说实话还过得去 除了老普京的 那个圆的 就那个鸟笼子里面的 这个呢 你还别说 经常是这个人满为患 那其他的水晶工啊 这些赌产呢 就还是比较正常的 跟其他的娱乐场来比起来 那他里面的核官的态度呢 因为这个普京啊 首先我要讲啊 他这个核官的这个服装啊 我实在看到是老土 整得像那个军阀 军阀的士兵穿的 那种那种制服一样的 很老土 那里面呢 大家知道 澳门的核官呢 只能聘请本地人 他没有说 请大陆的劳工啊 或者香港人呢 过去啊 或者东南亚 其他国家的人过去啊 来做的 全部都是他 本地的澳门人 那么呢 本地的澳门人呢 当然了 他在不同的娱乐场里面 不同的管理下面 他们的那种服务态度 就不一样 那普京的服务态度 可以跟大家说 很不好 一张臭脸 爱理不理 对你 那台座的数量的话呢 新普京呢 他由于他的这个 他这个赌产的这个 这个面积也就这么大嘛 所以说呢 数量并不是太多 我们家鸟笼子里面呢 我现在回忆一下啊 大概也就二三三三 还不得了了吧 十几二十三台左右吧 那么再加上其他的二十一点啊 还有骰子啊 就是那个玩大小啊 就那些 那规模是 普京 老普京 就是以前的澳门的 这个 标志 规模并不大 因为后面的这个 美资赌产进来以后 等一下我们会讲的 那些赌产进来以后 他的这个赌产的规模 属于是可以说是非常小了 那么我们讲他输赢的难易度 我认为普京 老普京赌产也就这么回事 我玩的不多 我基本上都是 有时候 有时候经过的时候 就进去看一眼吧 那就拿个两千块钱去赌一下吧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进去的并不多 里面呢本地人特别多 这些本地的老赌客 年纪大的特别多 那我们讲到了老普京呢 就不得不提另外三样东西 第一呢它这里面呢有 吃就不用讲了啊 里面有这个赌马赌狗赌球的投注点 另外呢它这里面呢 其实事实上呢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只有澳门的本地的 就是说 散流人物啊才知道 里面有一个歌厅 跳国标的 跳交际舞 何鸿森以前是最喜欢在里面跳舞的 据说认识四泰 就是在这个舞厅里面认识的 不得不提一句 有赌必有嫖 在13年以前呢 老普京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就是大家看到图片里面的 绪绪妹 我记得在一些群里面 一些老赌客 都非常的怀恋 当年的这个老普京楼下的 大家都在不断的提起 13年 是何鸿森的一个侄子 在负责这件事 那么就取缔了 现在去老普京 已经看不到这个风景了 我真没想到 到目前也只讲了一个澳门的整体的情况 赌牌 和赌牌下面的赌产的这个名目 那这样吧 我们就第一集吧 不然大家看的时间太久了 我们就下一集 我们就分成一集一集的来讲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